作詞・作曲 李行 TR楯 曲 李行娟 作詞・編曲 李行娟 作詞・戀ic 故 transmission personnel在社群內 詞・編曲 李行娟 編曲 李行娟 没有生天赐的光芒 应该承认我什么品尝 却不敢折磨的冷场 Break it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Dove it out That's what I'm on the boat 我们注定要 穿过一真心的微墙 却锁引导光 当我们知道未来 还有无限的巨浪 放在我前方 它们都注定 我蛋糕 我愿意 誓言我起发我成就 我给我的量 最初决定自己命运的继承 活在我手上 这份资料里解答了 有关我论文数据的一切质疑 你们看出什么来的吗 这里面有清晰完整的数据采集过程 还有当事人授权书 和神经治疗机构开具的证明 这些资料可以完美应对我们之前 对它论文数据的质疑 它是有备而来的 你的意思是 他预判了我们之前所有的预判 这些数据确实没有造假 我并不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因为这篇论文里面 所有的临床数据 都是我在治疗来访者的时候 清手记录的 我并不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因为这篇论文里面 安静安静啊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提供了这么多的证据 你有证据吗 你光凭一张嘴就是我盗用你的数据 大家不觉得可笑吗 纪明聪 你到底在垂死挣扎什么 在第六次会面中 来访者的情绪自评量表波动幅度减小 根据你的分析 这种变化是家庭 焦点干预的结果 却没有考虑过治疗同盟 发生转变的因素 在这篇论文中 只有大量所谓的临床数据 唯独没有任何来访者 对资访关系本身的评估 论文侵入的角度不同 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是角度不同 还是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或者这组数据的前提 是我排除了焦虑障碍 物质滥用等公病诊断的被试者 得出来的数据 在你论文中 并没有提及相关的筛选过程 这足可以证明 你没有亲自参与实验 而且以你现在的临床经验 根本没有能力 驾驭一行双向这种难度的案例 是吗 你怎么就确定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感觉好多 可以的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 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 这个声音不对 你也听出了什么 我感觉好多了 可以的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 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 金明聪你能告诉我 这份视频资料中的这位女士是谁吗 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 因为她是我的被试者 也就是我论文提到的F 这本F是之前师姐的那个来访者吗 别偷看 师姐到了 才要安排 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 我没有看过内容 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 好像还挺重视的 刚才听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你看 你还记得咱们华方听听那次 我们听的声音了 或许我们往往 身处在黑暗的地方 才能补夺到那些 不容易忽略的声音 是知识的事情 是什么特殊的案例 别偷看 我没有看见 就是老师对这个案例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帮你出去了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没什么 我觉得 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 友谊 寻 Kita 我们还是通讯情 宵市 李钧瓷 我拿出了所有裁销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色猿 我有问题 姚小姐 你确定这视频里的 是你的备视者吗 当然 那你可以提供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 还有时间吗 去年夏天再还是 你确定这段视频 是你亲自拍摄的吗 我确定 但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 F参与项目的时间很长 摄影记录超过了一百个小时 不过我确定 他穿过这条红色裙子 那么你的论文确实存在 盗窃他人临床数据的问题 我还是那句话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就在你刚刚播的那段视频当中 不可能 先别着急否认 能不能把这段视频 再重新播放一次 轻者自轻 你认为呢 我身前终场休息 我身前终场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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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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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家都知道 眼睛是很容易欺骗人的 可以通过环境的布置 把冬天变成夏天 把夏天变成冬天 更有可能把一座城市 变成另外一座城市 然而声音却没那么好引感 但是很少人 可以在不同的情景当中 听出不同声音的特点 刚刚这段视频当中 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没关系 我们把声音调大 再听一遍 可以的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 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没什么 我觉得 这回呢 有听到什么吗 嗡嗡的 断断续续的 听不清啊 没错 嗡嗡的声音 大家听一下是不是这个声音 对 就是这个声音 那您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了吗 是歌哨 没错 是歌哨的声音 姚小姐 看您的反应 好像并不知道歌哨是什么呀 那又怎么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吗 歌哨 歌哨是一种拴在鸽子尾巴上的哨子 随着鸽子飞翔 哨子会发出声响 而这种声音 最容易出现在京北市 当然 很多没有在京北市居住过的人 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然而随着这几年玩鸽子的人越来越少 这种声音在京北市也很难听到 姚小姐 那我想请问您 您说的这段视频是去年在海市拍摄的 可视频当中 为什么会有歌哨的声音 难道就不允许有人在海市养鸽子吗 好 我暂且同意你这个观点 那么为什么视频当中歌哨的声音 被分成两段了呢 你一开口说话 歌哨的声音就会消失 甚至在来访者提到你的姓 姚这个字的时候 歌哨的声音明显产生了断裂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姚可欣啊 你知道这个结果 可是要关系到你的前程和声音问题 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或者 你能提供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 让他来为你作证 对 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 姚小姐的声音是经过后期剪辑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检查音轨 你能不能收取 今天的联证会到此结束 消防将在废护 继续求证 实验人治疗的可信度 全力查清事实正现 贺顿 同样是女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她是你的老师 你就要帮着那个恶魔一起来伤害我吗 姚小姐 请您不要混淆视频啊 是你自己没法解释她提出的质疑 我需要解释什么 解释你为什么冒充记者 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我 还是解释金鸣聪和她的高徒 是如何捏造虚假证据来陷害我的 姚可欣 任何的指责都需要证据 那你可以回答我 关于你论文的质疑吗 你可以提交有关于你 被试者的联系方式吗 只要你提交了 比你在这儿说一百句 都更加有利 你要我提供 我被试者的联系方式 那她呢 她能提供 她所谓的来访者的联系方式吗 己所不亦勿施于人的道理 你不明白吗 你这是在狡辩 我想学校既然已经答应 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那么我的建议是 我不能 我答应过我的来访者 对她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我今天向公众提出 这份论文的数据与她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 我已经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姚小姐 吴晗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 得到这份资料 但我绝对不会再提供 有关 我的来访者 任何的信息 也希望姚小姐 停止对我的诽谤行为 不要再泄露 来访者的任何资料 那我去 就此打住吧 该做的我都做了 结果 你们听吧 金明聪你现在就想走了吗 你以为你所做的一切 真的天衣无缝吧 你要证据是吗 我多的是 昨天发生的一切 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 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 基本操守 愧对于自己的身份 愧对于自己的职业 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 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卑劣无耻的内心 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 无数次地在脑海中勾勒着 我们相爱相拥的影像 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自己是如此地渴望你 怎么要来的 渴望我们能够光明重大地在一起 渴望你爱人的身体 这是你给我写的悔过书 你忘了吗 金明聪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色鬼 放手 河特 你好好看看 你敢说这不是金明聪的笔迹吗 你还要再为他辩解到什么时候 叫少爷怎么了 叫少爷 你没事吧 叫少爷 你没事吧 药呢 那药在哪儿 药在哪儿啊 全开衣服的帮忙 好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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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上去哪儿了很风味的 但是 就是一口气倒不上来 吃点姜牙药就好了 现在吃吗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想问听证会上的那封信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也看出来了 这听证会啊就是个晃子 表可欣就是没棋子 她们要的不仅于此 所以你早知道她背后有人 这就是一开始 你不让我参与的原因 这都是以前的恩恩怨怨 我不想让你管 是不想让你搅合进去 但你哪一次听过呢 所以这场听证会 是为了引蛇出洞 见招拆招罢了 教授 那你这次有看出什么吗 或者你有怀疑到什么吗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但我答应过某个人 绝不可以再提起 关于她的任何事情 哪怕事与之辞 我也不想把她牵涉到这些风波人来 她是谁 是这封信的主人公吗 你也不想要把她搜导 封信的主人公吗 你也不想想要把她的名字 就是她的名字 你只要把她的名字 你也不想要把她的名字 你还不想要把她的名字 你还不想要把她的名字 昨天发生的一切 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 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 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 从哪来的 有狗号 要不是金牛聪 你妈都不会变成这样的 我上次在您家 看到一个紫色的鸟子 她以为是姬夫人的 一个朋友给我的 这是一个朋友吗 生后来 真能讨厌什么呀 干嘛呢 机车说睡着了 回家了 再陪我待会儿吧 我看到她吃药了 身体应该没有打你 别担心 怎么 心不在意呢 她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想帮她 根本帮不到 我不知道她是自己有安排 还是这件事情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就是很乱 你知道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她跟我说什么吗 说什么 她让我好好照顾你 机轿说是很关心你的 只不过是现在啊 你能有不同的想法 她应该也知道你去担心的 她不想让你才遇进来 可能是吧 影响你的生活 可是我不能置之不离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亲的除了家人 朋友 就是机教授 你 当然 现在还有你 说去那儿 你觉得机教授 会来上妖客信吗 我不觉得机教授是那种 罔顾道德 公私不分的人 那封信一定不是他写给妖客信的 但有可能是作为咨询师 写给他的来访者的 其实我觉得那封信 更像是一封情书 不可能 他在资访关系里非常敏感 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你还记得那封信 开头的签论诀吗 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 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 愧对于自己的身份 愧对于自己的职业 愧对于你的父母 对于我的信任 那封信在忏悔自己的同时 也在表达爱意 我能感受到 季教授在前那封信的时候的 痛苦与挣扎 按你的分析 那封信就证明 他犯了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了 何德 不能这么想 这人无文人 不能因为我们去信任一个人 就不允许你再犯错 他犯了什么错误 为什么犯错 都有自己的苦衷 不能因为我们选择相信某个人 就强行地去要求他必须得做到完美 活得太累了 我看你现在的瓶瓶 要不要我帮你送筷子快 怎么了 怎么了 疼死我了 别装了你 根本没有那么时间好吧 你有你有 你就是在提交说明 使不出劲来 全在我这儿使出来了 我看看我看看哪儿疼了 你不要 我情绪呢 你至少发现出来真没错 是吧 来 男朋友真说 来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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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我只是在假设一些 比较严重的情况 这个事情当中呢 他一定有引擎 但是季教授有他自己的固执 可是他的事 如果你要是真的放心不下 那我就陪你查下去 咱们查到底 干吗 干吗用那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觉得你傻乎乎的 还挺可爱的 天开业 谢谢你这么认真 安慰我这么久 不是难道有你该做的吗 走吧 回家 回家 回来了 这么大火气啊 喝口茶吧 陆相当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要把信息给他 没关系啊 木已经拉开了 当然是越热闹越好 我以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后悔了 信的性质跟录像带 有区别吗 你别忘了我们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再说鸡鸣聪身边有何顿 今天要不是那封信 鸡鸣聪就拖拔了 但是你的那封信 相当于把它 暴露在了所有人的夜空底下 不然就等到你找到副堂的时候 你亲口问问他 为什么扔下你不夸了 我告诉你 我的目的只想找我妈 别的事情我都不想做 如果以后没有必要 我们两个也陪我联系 很多事情 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了 我告诉你 今天 就是结束 也会后悔的 是 加上你没事吧 加上 药呢 陈开一 陈开一过来帮忙 你怎么这么晚又回来不打个招呼啊 妈妈我想你了 前天不是刚回来怎么又想我了 怎么了 前天刚回来今天就不能回来了 今天不能想你了不能出中店了 行行行 匆匆见 听听想想吃什么 妈妈给你做去 不用了 妈 我的老妈呀 我听见你看新闻了 不用担心我 你怎么还有这超能力啊 什么超能力啊 你这门没关联 我在门口都全听见了 真的 想不听到都难 真的是老了 都不知道关门了 老了 妈 你觉得对于鸡叫车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吗 他们不都说是有个女孩陷害她吗 可是有很多人说不相信鸡老师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要隐瞒我 隐瞒你 嗯 今天前开也跟我说 当你很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可并不代表这个人 他不会做错事情 我想想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所以我心里还有点难受 你说鸡叫车这件事情 我是管呀 还是放手不管了 这个真要看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嘛 我还是想问问您的意见 这么问你吧 嗯 你是在乎他 这个事情做错了呢 还是说 还在乎他 隐瞒了你 这个很重要 是因为他的学生 我希望我的老师是得高望重的 而且很多时候 我其实把他当成我的亲人 我不希望他身上有污点 也就是说 你害怕他让你失望 你过去对他的景仰 崇敬一切都毁灭了 是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他不信任我 我总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就是故意想让自己很被动 好像想让自己受惩罚一样 那真相是什么 其实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顿顿你真的不应该 强加于别人一切对你坦白 包括情感 包括情绪 包括所有重要的事情 没有这个义务人家 我也不是很了解你们教授 不管怎么样 你记住 妈妈永远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你要怎么样 妈妈就陪着你怎么样 果然好 相比男朋友来说还是老妈厉害 一样的话 可是说出来啊 就是感觉不良 刚才跟我说 男朋友三个字 谁啊 谁 我今天回来 这不是正想向您坦白来的 那我先猜猜吧 是那个 钱 钱开一 嗯 嗯 嗯 太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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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莉莉 你有事啊 你精神正创啊 你穿成这样 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乖巧 好凌莉 干练清醒 嗯 嗯 倒也是了 你穿我这套衣服吧 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 真的吗 你别厚厚厚了你 是不是有情况啊 就是这样的啊 我呢 打算 开始做良好公民了 你以前就不是良好公民了 嗯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 我打相信派出所为赛 嗯 这不是得接紧门了 就它 人民警察 跟正苗红的 可以 老侯我跟你说 我真的想明白了 我被自己过去的经历 束缚太久了 我不要再依附自己 害怕失去的 我要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 嗯 我跟你洗脑洗了这么多年 啊 还不如这爱情的力量打 不过恭喜你 才不是呢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你过去的准致教导 哪有我现在的毛色顿开呀 我决定啊 为了感谢你的服装指导 我资认承包 一线新家务 怎么样 我才不信 花弹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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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我们可以出去啊 一人叶烦死了 真的黏糊淡 那一年糕淡 好了好了好了 你快走吧你快走吧 正如来搞定了 前开一 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我要做姚可欣的专题 你看路好不好 姚可欣又不是洪水猛兽 没那么害怕的 不是 贺总 这件事我不太赞成啊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你放心吧 我既然想好了 我一定把这个话题做得很好 但有一个道理啊 众口硕金 击毁 消骨 尤其是咱们做媒体的 在这一方面更敏感 到时候所有的火力 全集中在你身上 你逃都逃不掉 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要做的 不就是向大众提供 更多选择的角度吗 给他们提供 辩证思考的渠道 这才是我们应该 真正履行的职责 这个道理我懂 但是你一旦发言 不论你说什么 听众更在乎的 其实是你的身份 你能明白吗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你就放心吧 这个专题 一定做得不会很差的 而且 心飞夜花也是我的节目 我不想让小黎 跟冬子的台里 过得太艰难 你这么做 不会是为了我吧 你看 已经没风雨了 起이고 і 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 嗨 你怎么来了 我来办事啊 看这 不像有什么事啊 这位女士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助你吗 有啊 你帮我把它吃了吧 吃 我特意掐着饭点来的 我还给你带了咖啡 你要是下午吃饱了饭框的话 可以喝 尝尝吧 我是公职人员 这是我办公的地方 你这是让我受贿呢 不是其他叔叔 吃个饭而已 你不用扣这么大帽子啊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这不知说会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们俩沾气呆固了你就可以吃了 你这 怎么每次见你 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呢 那你对我什么感觉啊 你要是再不走 今儿发还公布了啊 不走 那你把饭吃了我怎么做 说了我不吃 浪费就是犯罪 行吧 行吧 按照我就放这儿了 你想吃就吃 那我不打扰你 帮工了啊 拜拜 便会儿 找我饭吃啊 你不用发丝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时间访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卓 最近听众们对于心理问题的关注 很是热情高涨啊 心理学会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本期时间访谈很荣幸地 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 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师的职业性质 以及校园性侵的话题 您好 温和 主持人 你好 温老师 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温和 我听说自访关系结束后 有一个三年期的规定 在这三年之内 给资访双方不能发展任何亲密的关系 这种伦理要求 是一种很强制的规定吗 这是一种规定没错 但更应该是心理咨询师 去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 那三年之后呢 如果三年期结束了 就可以重新发展了吗 三年期只是一个缓冲而已 作为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 在咨询当中 应该要避免双重关系 结束之后也应该做好 与来访者不再搭建任何关系的准备 所以如果三年之后会产生亲密关系 就应该去考察这段关系的性质 以及这个心理咨询师 是她的职业修养 没有想到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阴阳人 但是她那样的人居然帮李渭讲话 我不知道贺顿是谁 我当时看李渭的节目还挺喜欢她的 觉得李渭和姚可欣都很可怜 就是希望那个女主持人 不要再借对她们吵话题了 大概也就是为了节目收视率 只要她玩双标 这种人太恶心了 如果不是因为金铭松是她的老师 她会这么帮她吗 玉璃 要不要吃早饭啊 唐莉莉 怎么了 藏什么呢 没什么呀 老贺 这些人就是无中生有 他们说话根本就不经过大脑的 你别听他们的啊 不了解你的人都懂你 不了解的人 根本就不重要 你放心 不管多少流言蜚语 我们这些人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老贺 你要是难受你都说出来 那实在不行你哭出来也行 我陪你 你这样容易憋坏的 有问题 听证会刚刚解除 就有人把我跟教授的关系 拿来大做文章 这动作可真够明显的 你在想这个呀 针对教授的人 没有放弃 现在把矛头指向了我 关键你 一个季教授的学生 咱 咱们攻击你干嘛呀 现在能为教授说话的 只有我一分 如果我被击垮了 对教授来说是更大的打击 对方想看到的就是这个 我这也太坏了吧 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看着呀 不就是长媒体诚心吗 谁不会 我现在就给孙才艺打电话 不能诚情 这种事情越描越黑 如今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等对方露出伪伴 嘉辉 我原来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 你喜欢在这里当缩头无归 不好意思 我想借个厕所 好 就在最里头 我想带是你拿的 我不过是用了一点小手段 你不也一样吗 利用了你的两个好学生为F档案做掩护 你到底是谁 F档案还真是不好找 我差点就放弃了 所以 不然我怎么能见到姬教授 惨败的模样呢 你是个好孩子 有什么恨 你就冲我发就好了 不要伤害她 她在哪儿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需要肯定的疗养 天哪 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咋了 天咋的了 天塌了 我有种不好的感 我刚路过茶水间 我听见王卓和温和的对话 王卓说他们节目效果特别好 观众对温和内交易喜欢 那跟咱有啥关系啊 王卓说要多做几期心理咨询内的节目 要让温和做固定嘉宾 啥玩意儿 这不和我们一样了吗 这是抄袭啊 就是 而且更气的是 王卓说温和更有媒体感 说攀台有意让温和 娶到我们贺老师的位置 这话是王卓说的 玩独自来 玩了 玩了 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 而且有很多点 为什么会没有和断啊 开议 我和王卓在聊事情呢 开议 我和王卓在聊事情呢 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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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合了这么长时间 您又要换人 台里还没做最后决定 钱大主播 攀台这么做 肯定也是为了节目考虑 你这么冲进来 不是为难他吗 我是怕他被有些 小人的花言巧语蒙蔽了 钱开议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还没问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找了个心理资讯师 也就算了 连做节目的选题 也跟我们一模一样 你这么喜欢心扇业务 干脆过来跟我混得了 我是听说你拒绝了 校园性侵的提案 我才拿出来做的 是吗 那你听说过吗 我后来要向班台提案了 开议 是我让王卓这么做的 我知道你很能干 也很有想法 但是你要想想 你的想法重要 还是台里的想法重要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要换掉贺顿 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你珍惜过我给你的机会吗 事实证明你们这一期 节目的成功 是因为心扇业化的模式 是正确 但不能证明 这两个心理资讯是哪个 更受欢迎 对吧 一样的形式 一样的内容 不是高下立判了吗 那你敢跟我比一比吗 我们各凭本事做一期节目 看谁的收听率高 田天忆 别胡闹 这个消息爆了 爆了爆了 你提到什么了 天哪 行了 差不多了 走吧 好 那我们 就互相切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转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圆圆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脱颖的回眠 我绽放出 晴朗如歌的风景 也看见你 脸如星辰的眼睛 它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啊 看见了 美丽的爱情 忽然之间 爱你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